欢迎继续回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我是谢美奇 先和大家跟进A股最新表现 上证指数升6点 最新报4141点 深证城指跌51点 最新报13990点 护心300指数升9点 最新报4447点 三大指数暂时是个别发展 见到今日的焦点都会放在 今早将会公布内地公布一系列的重要经济数据 包括第一季的GDP和3月的工业增加值 以及沽头和社会消费品零售等数字 大家都预计了内地首季经济增长或会放缓到7% 即是较上轨再放缓到0.3% 将为6年以来最差 虽然未知暂时的数据会是怎样 但对于大家数据的看法 又是否看得很重呢 最近个市质很黄 成交很壮黄 数据的影响又大不大呢 请来我们的分析员和我们分析一下 有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王伟豪Rafi Rafi早安 早安 会很快公布内地方面一系列的数据 但最近A股都是比较强势的 其实数据影响会不会就算做得差 那大家都会反转炒炒炒一些放水的动作 依然会继续做好 当然 以番你说今天来计算 除了市价升上来 特别港股也升到100点 最主要都是昨晚一来 美股方面也不算太差 而且港股经过昨天的一个明显调整之后 其實借勢大家再推翻水都正常 因為這刻大家對市的看法其實不是頑皮 甚至不斷說資金市 只要有錢是繼續漏入備的時候 我相信市其實不會太過差 當然暫時的石頭還是比較健康或者比較好 但當然你說另一個重要的焦點 的確留意今早上大概10時左右 會出的一堆數據 例如第一季GDP 剛才提到的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等等雇頭等等 當然你說最主要比較看的當然是GDP的表現 而今次的確大家預期就7%左右 亦都調到上季7.3% 有個再進一步的一個效果 也是所謂近六年最差的表現 但是你說這樣會不會等於大家看得很淡 很負面呢 我覺得又未必會 因為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 其實這一一來 不斷說數據差 大家反而造成一個 可能是內地政策面寬鬆的一個預期的升溫藉口 當然繼續這樣炒 反而數據差 大家覺得未來再降漲再減少的機會性更加之大 如果這樣說未必對市會太負面 二來以後特別記得 前一天來計 其實星期一回來 內地出了一個儲出口數字 其實當時也是比較差 更加是挺差 但當日的反應時事實上沒甚麼留意 事實上無論是中港兩市都要夾上去 幾意味著大家在這刻 剛才提到的資金市之下 大家反而留意資金樓方面是更加重要 只要有錢有成交支持得到 大家會覺得市不會太差 所以今天的數據未來是要留意的 但你會不會對市構成很大的壓力呢 我覺得除非的數據真是參私得很重要 即是很大的出入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跟預期差不多 百分之7 7.1 或者是 即是等於數字 我相信對市未必會構成太多的 重要的壓力 所以數據是要看 亦都要看下政策如何行 但你說暫時對市影響性 我相信未必有以前來的那麼大 除了數據方面的影響之外 新一批的A股IPO為數有成 就是三百多間 可以說是波及 昨天開始接受新購 其實之前都會估計 都會動資 三萬億元 其實對於A股短期來講 的流動性 影響都很大 對於A股方面的打擊 你又怎樣看 以新股來說 這個星期開始 都很多間 不斷在做新購 數目上講 較之前 過往的20多間 10多間 更加大 但你說這方面對市 是否構成好大壓力 留意這件事 這次數目上是多 但其實很多隻都不是大股份 可能很多都是集中在創業版裏 所以你見到這次雖然數目上多 雖然動資來講 預期也不少 但你說對市壓力 沒有以前來的那麼大 甚至會以來 雖然在這一刻 大家覺得新股市場都是 窄眼 這樣講 我們經常都是 因為每天 開出來 即一上一下 都例如是星庭版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 穩袋的錢 不排除這件事會令部份錢 選擇 抽一抽新股 或者打一打新 但你說對市價壓力 始終現在 太多錢 特別是融資融捐方面 膨脹性 還是比較快 我相信對A股 未必會構成太沉重壓力 但當然不是等於不需要擔心 因為整個市來計算 升得那麼多 或是一個高在裡面走的時候 其實每行一步都要擔心多一點 我覺得是需要一定是戒心存在 因為始終近期真的升得比較急 始終升得那麼急 你說要回的話 其實都不排除一兩天 可能回回百零點也不期 以上升之數來說 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一個回調風險 所以大家暫時看得好之餘 都要有一定的戒心 特別以現在 4000日流上的時候 暫時大的位置 都是看4000關口 我相信如果4000能夠 能夠站得住的時候 都有機會繼續向上望 但當然以我頂來計 其實沒得猜 因為純粹是炒氣氛 炒成交 炒資金 你說這樣推上去的時候 其實不斷破頂之下 很難看到上升暫時 去到哪裏 恒節方面 昨天來計 結束了百年升 之前升了3500多點 昨天回到454點 今早港股 在競價時段都升了131點 現時這一刻 升了68點 升幅稍為收窄 做了27633點 昨天守不住28000點 今天來計 暫時升幅不算很厲害 還有資金流入方面的情況 似乎有減慢的跡象 昨天來講港匯 在昨晚的紐約時段和今早的亞太時段 都看到有回落去到 最低見過是7.7530 如果資金能力減少的話 分分鐘港股有一個大深一點的調整 你自己對於這個 省不省省 當然如果以資金面方面 特別港匯來計 雖然輕輕回落一點 但其實以水平上講 都原來貼近強制對換的水平 所以不排除 今天來計 又再貼這位置 其實又再注資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未必那麼快 因為昨天叫做 斷了欄 沒有注資 沒有說入市的時候 就等於 錢是流走 我覺得也未必需要那麼快 這樣說 只不過減入來的速度 是慢了一點 但是 始終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一來你的市場升了那麼多 你很難要求 升了三千多點 四千點之後 市場還是不斷 即是有錢進來不斷去追 因為這樣說 更大風險 所以其實 我覺得暫時計 情況是正常的 甚至急升完之後 這一刻 星星開始慢一點 或者昨天有幾百點的回吐 其實也很合理 所以我覺得反而不算調得深 因為這樣計 之前八天內 升了三千多點上來 但是昨天都是回大約四五百點左右 現在這一刻還升了幾十點 其實靠它慢慢 其實回的幅度 也可能大概四百點左右 就是調整的浪 其實真的不算太深 所以你說現階段 是否等於對市場 立即悲觀 我自己的看法 又未必是 但是我自己的確這樣說 你說升了那麼多的時候 戒心上不斷都說 一定要有 但是 你說是否需要 這麼急走完所有貨 正如早前都說 我覺得你說 如果大家本身 收入上的貨 是在低位拿下的 我覺得現階段 不需要太心急走 當然你說以 如果你的貨是 早兩天高位才買下的 這些就小心一點 如果未來的市場 真是再回心多一點 我覺得不適合價 總是減一減後才比較好 但是我對整個市場的看法 暫時不算太負面 而且回到技術上來說 雖然沒有再有一個向上突破 反而形態來說 我覺得有一點啟示 就是未來 走一個收窄意味 想做一個奇形 如果未來能夠在27,600 這些邊位 守得住之後 有知明顯楊竹是有一個突破 其實己意味著這個奇形 是叫做向上突破之下 到時候升幅 相信有機會再做了一步 破28,000 樓上 當然這些是自己 預計 要看看到時候 是否真的出資揚足 現階段來計 如果以回現階段 剛才提到 能夠這樣走 28,000樓上 我相信機會會成為高 如果不能夠這樣走 慢慢再回落 我相信現在短期計 27,000 27,300 附近 應該都是一個不錯的支持 暫時看看這些位置 能夠守得住的時候 我覺得暫時問題 不是特別大 好 看到恒之現在這坑 升42點 升幅收窄了 現時在做27,609點 國企指數方面 升66點 做14,326點 期指方面升65點 最新步27,636點 高水35點 暫時來計籃籌方面 做得最差的 在中移動 編號941 現在這一刻 跌近2% 至於做得最好的 陷升幅 接近3% 中海油 暫時883 最新步 12.76 升幅都很明顯 謝謝Rafi 和你做新報 剛才提及股份 或者相關的指數資產 自己有沒有自由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卵症Online 今天可以看